欸有時候我們玻尿酸打到臉上的時候啊 病人會覺得說哇這邊比較高那邊比較低 想要微調一下 那這時候修飾的功能呢 我們就交給玻尿酸降解煤 玻尿酸打到臉上的時候呢 可能在我們的真皮或是我們的皮下組織 我們把玻尿酸降解煤打進去之後啊 它就像 因此立即的這些玻尿酸就會消散 所以玻尿酸的片段呢 在由我們的身體來去做代謝吸收 大家好我是皮膚科蔡葉山醫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 玻尿酸降解煤喔 很多人都擔心說 哎呦打進去這玻尿酸要不要緊啊 是不是很可怕的東西 錯 玻尿酸本來就存在我們的皮膚裡面 在我們的真皮裡面就有大量的玻尿酸 只是隨著歲月它不斷的流失 所以我們要從外面注射這個玻尿酸的一個填充劑 玻尿酸呢在過去都是從動物來源的 譬如說是公雞的機關萃取的 但後來就發現說 這樣子又貴 然後又不安全 還有可能傳染一些疾病 所以後來就改進 現在大部分的玻尿酸注射劑 都是細菌發酵得來的 所以又安全 又經過無菌處理 然後各一家廠商 當然有他們不同的膠連技術 或是玻尿酸不同的製程 導致台灣現在居然有 20幾種的玻尿酸廠牌 那記得要選擇合格的廠牌喔 簡單的說 大分子就是它的分子量比較大 專門負責填充 還有增加體積還有塑型的 那小分子呢顧名思義 它就是分子量非常的小 所以可以用一些比較細微的 譬如說在我們的皮膚的比較 表淺的地方啦 去讓皮膚的膚質比較好 含水量比較增加 那中分子就是接在這兩者之間 所以簡單說 大分子分子量大 填充體積持續的時間 可以長達12個月到18個月 那小分子呢 它的分子量小 細微的在皮膚的表面做修飾 它的時間大概6個月左右 那當然各一家時間 還是有一些差異 醫生會根據病人的狀況 去選擇他所要使用的 這個分子量大小 但要注意喔 不是只有看分子量大小而已 其實每一家分子量大小不同之外 他們加入的膠連劑 或是一些黏痰性啊 內聚力等等 每一家玻尿酸都有不同的特性 醫生根據他所需要的 來去做選擇才是正確的喔 錯 其實玻尿酸它的好處 就是可以被我們的身體代謝吸收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 也是它的缺點 時間一到它慢慢的代謝吸收 它就不會殘留在你的體內了 玻尿酸降解枚 顧名思義呢 就是針對玻尿酸去做降解的一個酵素 欸有時候我們玻尿酸打到臉上的時候啊 病人會覺得說 哇這邊比較高那邊比較低 想要微調一下 或者是說本來臥蠶打得很漂亮 但是吸水的時候太腫了 變成毛毛蟲 那這時候修飾的功能呢 我們就交給玻尿酸降解枚 玻尿酸降解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有時候我們施打過程當中 你會聽到一些新聞說 發生一些血管的併發症 比如說塞住了不小心附近的這個小的血管 導致甚至有可能眼睛失眠 這麼可怕一個後悟的時候 這時候玻尿酸降解枚 也就是一個救命的稻草啦 我們先來看看玻尿酸打到臉上的時候呢 可能在我們的真皮或是我們的皮下組織 我們把玻尿酸降解枚打進去之後啊 它就像一把剪刀 把玻尿酸剪碎 因此立即的這些玻尿酸就會消散 所以玻尿酸的片段呢 在由我們的身體來去做代謝吸收 雖然我們說玻尿酸降解枚 就好像玻尿酸的橡皮擦一樣 但是它的安全性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現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玻尿酸降解枚 其實是動物來源的 可是它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有些病人有可能會過敏 不過這個機率其實是蠻低的 我們事先也可以做一個皮膚的檢測 在我們的手臂前側 去做少量的玻尿酸降解枚的一個皮下注射 觀察它是否有起紅疹 如果有紅疹的話 當然我們就不會在臉部 施打玻尿酸降解枚 有經驗的醫生來講的話 當然他要知道打哪個點 要打多少的劑量 發生一些狀況怎麼樣緊急去處理 所以施打玻尿酸降解枚 它是需要非常豐富的一個經驗 而且有需要才去做施打 因為玻尿酸我們剛剛有說 有不同的分子量 所以當它施打的是比較硬的 比較大分子的這個玻尿酸 打在臉上的時候呢 自己去摸 你可能會摸到有硬塊 但別人看是看不出來 這是因為大分子的玻尿酸 它比較有支撐力 所以你摸起來它非常的有存在感 但不表示說你一定要把它降解掉喔 除非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那幾種狀況 才需要由醫生評估 要不要把玻尿酸降解掉 不然你的錢就打水漂啦 因為我真的遇過病人 不但是玻尿酸降解枚 自己從淘寶上面買 還有玻尿酸也從淘寶上面買到了 這種來路不明的你還敢用啊 發生的事情誰解決呢 再來誰幫他施打 他自己對得見的施打 所以有可能造成各式各樣 你滅菌不完全 可能細菌感染 蜂窩性組織炎 皮膚潰爛等等 或甚至你莫名 或是你打的位置不對 早知怪怪你不喜歡 不管是玻尿酸 或是玻尿酸的橡皮擦 玻尿酸降解枚 或不可以自己在網路上購買來施打 萬一感染了 蜂窩性組織炎皮都爛掉了 你愛美不成反而變醜 所以它的風險是相當相當高的 建議愛美的民眾啊 還是要選擇合格的醫療院所 然後有口碑的醫師 它的美感 它的背景知識 都是非常豐富的 去幫你規劃來去做施打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喔 這真假的 真的是五湯五湯喔 對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